今天下午4點半 警方接報在九龍城沙浦道30至38號 有製作人員拍攝期間 工作平台突然踏下 調備車向後翻側 工作平台摘向後方另一輛工作人員車輛 據製作公司表示 當時正在進行打燈工作 以外後警方封鎖九龍城沙浦道位置 事件讓8人受傷 分別送往廣華醫院及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全部傷者清醒 警方及勞工署人員到場調查意外起因 詳細將會轉一步交代 全民新聞記者王子晴報導